平線都很小的平衆 這些地和點心都已經通過初選的 台灣特色外出禮 這個比賽是由台灣的文化提供學會 所記辦的 茶匙好情誼在地好伴手 通過初選的這十組外出禮 會經過專業平線的變分 和市民眾投票 結果將會在10月26號公佈 只是辦理在地好情誼茶匙好伴手的這個活動 最主要的意義就是希望提升 也帶動我們當地的農特產的一個 附加價值 那我們藉由台灣省各縣市的一個農特產品 加工以後成為即時 而且是方便攜帶的一個點心 那加上我們台灣在地的特色茶葉 不同的點心配上不同的茶葉 使這樣的一個最新興的 而且是最時尚的伴手禮 能夠遍佈在台灣前神 那使大家知道說 依我送禮 是不只是送到我在地的情誼 也送到芬芳的一個美味的茶湯 這次有請到代表改良長的研究完 高雄參與大學的主人 也有請到各家的總經理來做平信 可以說是結合廟參觀學界的平信 讓這個比賽更加有挑戰性 那麼我們接下來今天來這邊參加決賽的時候 我們還是以我們西頭的咬人貓銀杏果子來參賽 那裡面這個食材呢 就結合當地的地瓜 竹山的地瓜 還有西頭的咬人貓銀杏 然後山林溪的茶墨 這樣整個做結合 做的一個茶匙的伴手禮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來品嘗看看 它有機會讓我們把我們的產品 跟這個我們當地的茶葉做結合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活動 基本這個活動就是要讓台灣的農地產品 和地的讓大家都看到 立用吃點心一定要配地 這個簡單的道理 開發出台灣的特色外出類 讓在地文化傳片全台灣 去吃完嗎? 彩虹佛島